如果遇到真的喜歡我的真愛的話 我當然要試著教我的好意思 覺得我不會太開心 都沒有遇到一個讓你不感興奮 我覺得就是可憐不可求 就算遇到了 還是要 江洪杰20日出席記者會 擔任捐血大使 呼籲大眾捐血 單身的他 對於未來的另一半 保持順其自然的態度 僅要求對方喜歡小孩 他也強調 目前沒有遇到對的人 我會希望什麼時候會想要養 大家 其實慢慢的也沒有這麼 不能去接受 這些人覺得 還是先把家裡過好 事也過好 現在也不開始就是沒有遇到 就是如果遇到真的喜歡 讓我一真愛的話 當然要試著教我的 對 對 我覺得我不會太開心 都沒有遇到一個讓你 突然心動 對 讓你心動或覺得 沒有還 我覺得就是可憐不可求 就算遇到了 還是要喜歡小孩的吧 對啊 對 所以 我覺得沒這麼容易 現在 家裡跟小孩之外 還是擺在地的位置 可是有時候你有挫折 我不會希望 其實有另外一半可以支持 我幫你一點吧 因為其實你 就是壓力 我有挫折到這麼多年 現在在流星嗎 這好深入喔 對我來說 我自己的心態是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我覺得經歷過這一切 沒有好像反而過的感受 就是我可以經歷到這麼多 雖然這個過程是好 我覺得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但就是可以經歷那麼多 所以我來這個世界上 會不會好像感覺到出現了 我給我自己是這樣的真相的心 而且已經是策略出書了耶 就是把這些 我覺得可以 鼓勵那種跟 就是也是需要轉念的人 就是把這個證能量傳出來 那我提到要跟小孩 要發那個編劇書 對 再想看一次的 現在在規劃 對然後 大致上可能就是會 親子方面對笑 因為小孩其實 不能太能吃太多的食物 然後等等 尤其是經濟 一下子來說 那你現在怎麼掌握 這個小朋友的曝光度 大概要到什麼程度 你覺得不會是 比較OK的一個範圍 曝光度 我其實 我沒有想到這問題 不自然 就是你很可愛的 之後 是什麼時候覺得 可以分享 後來就會分享 然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